大家好,我是國立台南大學諮商 舞蹈學系的老師陳雨萍 我自己的專長是在 性別與親密和家族治療 那今天想要幫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多元文化諮商 諮商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理論的學派 那也從古到今一直有各個不同的演變 其實在諮商的領域裡面一直強調的是 對每一個人身心健康的重視與潛能的發揮 也就是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面認為只要是人 我們都需要有很大的一種 不管是包容也好,一種同意心也好,一種協助也好 所以在諮商的領域裡面從古到今 慢慢我們會在諮商室裡面發現 當我們只是在一個治療室裡面 針對一位譬如說女性憂鬱的案主 開始試圖要改變她的想法 或者試圖要讓她情緒變好 這樣是不是夠呢? 當我們對於一個從小被霸凌的同志案主 當我們覺得她似乎應該調整自己的一些行為 來適應這個社會引減少她被欺負 這樣是不是對呢? 在這樣的一種反思之下 在從國際開始 我們不斷的開始去思考 一個諮商人員她在協助所謂的民眾的身心健康的過程 我們用傳統的理論 是不是真的足夠去讓我們幫助所有人的身心健康? 那也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多元文化諮商被專業認為越來越重要 因為我們在諮商室中的暗主 常常來自於各個文化背景 各個性別 各個階層 還有各個不同的社經背景 但是基於人 該被平等對待的一種想法 在專業裡面認為 我們需要更能夠體會 與我們主流社會或者是 主流文化不同的一些弱勢的處境 那這些弱勢的一些心理困擾的處境 或身心健康的問題 常常是來自於這個社會對其的不理解和壓迫 那當我們只是在希望調整他們的心理 健康的過程只是調整個人的時候 常常也陷入了一種不公平的狀態裡 所以在諮商慢慢走到 我們有不同的勢力跟取向 到現在目前的第五勢力 其實在談的就是所謂的社會正義 當諮商室裡面已經不足以幫助暗主 提升他的身心健康 單一只從個人下手的時候 也許我們必須一起來想想 我們可以怎麼樣為我們的暗主 營造一個更專業更友善的各種情境 那在這樣的一種脈絡下 其實我們常常關注的是不同的種族 在美國最早他們是從黑白人的一些 或者多種族的移民 開始去理解這樣的一種身心健康的議題 他們常常會發現其實在不同種族 不同性別所謂的不同性傾向 譬如說同志暗主或者是身心障礙 還有一些社經階層與我們不同 特別是弱勢的這樣的一些族群 他們其實常常會有身心健康的很大的困擾 可是實際你再進去慢慢的理解 他們的困擾並不是他們本身天生而來的 而常常是在這個成長歷程中 因為社會的不理解 因為社會的害怕或者某一些社會的區隔 甚至社會的歧視和壓迫 造成這一群所謂的與主流不同 或者弱勢者的一些身心健康的困擾 那在於專業人員其實需要有立場的 智商專業人員試圖去希望能夠理解少數族群 他們所付出的情緒代價 因為他們其實常常因為這樣的一種社會處境 造成他們的資源是相當少的 不管在各種的大家也明白 譬如說窮人家或者在這個偏鄉 大概是很難取得一些很有利的網路或社區的資源 那在一些資訊的交換上也不如城市來的快速 那在一些所謂的社會被標籤的族群 被社會標籤的族群 可能像是一些明顯可見的疾病 譬如說燒傷或掩戀傷殘 譬如說身心障礙 那有一些隱性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他是同性戀者 或者是他曾經有得過精神疾病 這些都是大家會試圖隱瞞的 因為很明白這樣的一種曝光很容易讓污名會上升 而讓環境對他不友善 但其實這些並不是這些少數族群該承受的痛苦 那諮商師常常屬於多數族群 主流文化中比較所謂的得到資源的或者是優勢族群 那常常很難體會到這些歧視帶來的傷害 所以我們在多元文化智商的能力的培養上 會需要培育這些所謂的主流文化的心理師 他們能夠更具有一些自己態度的覺察 也就是他們是不是有一些害怕跟偏見 另外就是知識上的一些提升 譬如說能夠理解不同世界的一種文化觀 還能夠發展一種治療的處域 能夠跟接近當事人的技巧 能夠去協助當事人的方式 那怎麼執行多元文化諮商呢? 其實最大的兩個主要的概念就是 第一個要有具有文化統領心 譬如說一個新住民的媳婦 你要她後來陷入了憂鬱 你要理解的不只是她身為媳婦的可能的文化處境 還有她身為新住民背景的 譬如說來到台灣這樣文化不同造成的一種 辛酸或者是辛苦 那另外除了同理她的處境 我們更需要做的是改變她的處境 所以現在譬如說用專業人員 能夠試圖在一些重要的議案 或者議題中發生進入社區或社會的資源 其實是更能夠協助暗主 她在這個社會能夠有更好的生存 來提升她的身心健康 而提升身心健康 是所有諮商專業人員最高的種子 那我今天簡短的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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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差別 стен